身為一個台灣人沒有體會過下學是非常厚利的一件事情 那更不用說在學弟裡面拍照 那這支影片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前陣子溫哥華這邊下學的時候 我出去拍照的一些紀錄 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下學的時候 我覺得有哪些東西是非常實用的 就算這個地方沒有那麼冷 我覺得有些東西還是蠻通用的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這個頻道的觀眾 嗨我叫Peter 那這個頻道主要是在分享一些街頭攝影 或是調色相關的內容 同時我頻道裡面超過一半的觀眾 都是只有來看然後沒有訂閱 所以如果你對這方面的內容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先訂閱一下 那我之後會再上傳類似的內容 OK那我們回到影片 那比較特別的是那一天呢 我帶著我的X-Pro3出門 然後還帶了閃光燈 之前其實就有看過很多攝影師在學弟裡面用閃光燈 那我自己其實是對這方面沒有什麼策略 所以我就想說就帶出去玩玩看 因為之前比較少用閃光燈在拍照 OK我的閃光燈是現在這個折疊的 那它這一款呢 是FUGIFYOM其實出很久的一個閃光燈 那我個人是覺得蠻好用的 因為我的使用場景其實並不是說什麼 很常會需要很大功率的閃光燈 很多時候就是室內稍微閃一下 求個情懷而已 那當初會購買這個的原因呢 其實也就是因為它非常的輕便 就算裝在X-Pro或是X-T1上面 看起來也不會到太突兀 所以如果你看到在找閃光燈的話 我覺得這個還不錯啦 CP值蠻高的 或是有什麼CP值更高又好看的閃光燈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一下 那這邊就先給大家看一下 我當天出去拍照的一些畫面 之後再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冬天出去拍照的時候 甚至是下雪的天氣 出去拍照的時候呢 有的還有東西我覺得是非常的適用的 喬一下 OK大家好 今天呢 看得到是個下雪的日子 想說在這邊待一陣子了 通常下雪的時候就很懶 不太想出門 所以我想說呢 今天剛好現在有在下雪 然後來家裡附近拍個照片 其實還蠻有趣的是 平常這邊 因為很常經過 所以不太會想要特地來這邊拍照 但是今天 比較不一樣的是現在下雪 然後很多 原本看到已經很膩的東西 其實就變得很不一樣 OK 反正毛帽的是一定要的 不然耳朵到時候會 對 非常的不舒服 然後手套 他的手指可以伸出來 然後我今天帶的這一台 Score 3配18AM 然後我今天帶的這個小閃燈 全身fit check一下 穿了一個羽絨外套 褲子 Uniqlo 鞋子的話是亞瑟式的 能冷到不能不帥好不好 沒有要看一下 保護段還是非常重要 OK那我們現在就去 附近晃一晃 希望今天可以拍到一些不錯的照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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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花了一點時間在住宅區這邊晃了一下 我覺得是有拍到幾張用閃光燈拍出來的一些效果 那現在天色慢慢按下來了 等一下閃光燈應該會更明顯一點 在雪裡面走路 然後腳都會直接陷進去 身為一位裝B派攝影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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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這邊無情業配一下 沃坦的PILOT 18L這一顆 下雨也OK 好不好 都沒有撕掉 這個布料還是非常頭當的 那我覺得今天可能就 先差不多這樣 我先回家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今天拍下來的一些感想 其實走到後面很熱 現在很喘 那首先謝謝你看到這邊 如果你有哪一張照片 你覺得特別喜歡的話 可以再來留言跟我分享一下 那天拍完的心得 其實我覺得還是滿新鮮的 因為其實溫哥華這邊下雪的日子 並沒有大家想像的那麼多 一年可能就下個一個禮拜頂多 那我今天最喜歡的應該是這個 在路上的 有點像小山丘 雪堆層的山丘的一些照片 那還有另外一張是這個 Stop Sign的照片 那第一個這個小雪球 我覺得經過一些裁切之後 我非常喜歡它這個紋路呈現起來 的那種很抽象很幾何的感覺 那這加上閃光燈 有把它的輪廓打出來一點 我覺得整張看起來 非常適合當手機的桌布之類的 那如果我是沒有閃光燈的狀況下 它可能就是一片死白 就會比較沒有層次一點 另外一張是這個 Stop Sign的這個照片 因為它本身有反光材質 所以這樣閃光打下去之後 直接整個對比非常的明顯 然後拍那張照片的時候 剛好又是Blue Hour 所以我覺得它整體的 紅色跟藍色的對比 我非常的喜歡 我是到後面 才慢慢開始搞清楚 這個閃光燈要怎麼用的 不滿大家說 這邊就不負責任分享一下 反正就是你閃光燈 設定裡面 會有一個曝光補償 然後你相機身上 也會有一個曝光補償 那假設你今天相機上面 設定的是-1好了 然後你的閃光燈設定的是-1 那這樣子你相機跟閃光燈差了兩檔 就等於說它會用-1去曝光 但是它加了一個正1檔的閃光燈給你 所以如果你想要拍那種 雪被打亮 或是你在室內想要裝那種 很像立可拍的那種照片的話 那你在設定這個閃光燈的時候 可能就是要注意一下你這個 那這麻煩又使用閃燈經驗的各路高手 在下面留言跟大家分享一下 OK最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冬天或是在雪地拍照 很實用的東西 OK首先第一個呢 是前陣子買的這個 一個手套 是PGY Tech的 那雖然整雙大部分是黑的 但是它上面這個紋路呢 我覺得可以再簡約一點 可以再簡約一點 然後它的特點是 它的手上的十指文明指跟中指 是可以去做露出的 那這樣子不管在冬天裡面 操作相機或是手機 真的都非常的方便 你之前用那種可以觸碰的手套 其實就是老實講 那個操作不是特別的靈敏 然後就變成說 你還是要一直把手套拔下來 那在台灣其實還好啦 那在這邊 你拔下來你的手 等於直接放進冷凍庫 那其實真的是還蠻嫩的 所以那個時候買了這對手套 目前還算滿意 但那個時候有點買太大了 所以 之後如果他們有更好看的版本的話 我可能會考慮換新的這樣子 另外一個想跟大家分享的這個 冬天小物呢 是這個東西 它其實就是兩個 電動的 暖暖包的感覺 那它現在打開之後呢 它就會慢慢的加溫 它總共有三個檔 那我這個是今年冬天才買的 必須說真的還蠻好用的 因為它就這樣 一手一個放在口袋裡 傳統的暖暖包 你放在口袋裡面的時候 它會很熱很熱 但是你拿出來用一段時間 它就會冷掉 你要一直去做這個 反覆幫它加熱的動作 但是這個呢就是你開機之後它就熱了 像我從剛剛開機到現在大概30秒 現在我摸就已經是溫的了 我覺得暖包這個東西 在冬天拍照的時候 真的是還蠻需要的 因為很多時候你要操控相機 不是每個人都有這種相機專用的手套 所以很多時候你可能還是就是 你的手是羅奔的 那這個時候你一直在外面暴露 真的很容易冷到覺得很北藍 那我覺得有這個隨時幫你把手 維持在一個舒服的溫度 讓你的手指不會動講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是還蠻值得的一個投資 那最後一個我想要推的是 一雙防水的鞋 基本上現在下雪或是下雨 我都會穿這雙 那這一雙是亞瑟士的JALTRABUCO 應該是這樣子唸吧 幹 該不會踩到狗屎 那這雙鞋呢 我會推薦它的點 就是因為它防水 是GORTEX 然後投資一雙有防水的布鞋 我覺得在冬天的時候 甚至像台灣可能下那種 午後雷陣雨的時候 真的都是還蠻不錯的一個投資 除了防水還有一個點就是它的鞋底 這個扣式的 真的很噁 它的鞋底的紋路其實還蠻深的 所以在雪裡面走路的時候 也比較不會滑到 OK那今天這支影片就是很快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雪地裡面拍照的一些心得分享 還有一些我覺得在冬天拍照的時候 非常實用的小物品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再幫我按讚並且訂閱分享一下 那我是Peter 我好幸運耍狗屎了 我們下次見 掰掰